没想到民进党赵尾邱怡凝竟然起身阻挡 说会泄露国家机密影响国安 而梁伟就怒哄 公开资讯还想给你当场拍座标吗 两岸紧绷民进党废盒 只好仰赖天然气 如果大陆在围台军演 台湾天然气到底可以升几天 今年的安静存量是要8天 我们现在大概在11天左右 你现在寄望中国大陆的今年 都不要超过你的8天 对着全民讲 你可以撑几天不会断气 这不能说撑几天的问题 根据法令 全国天然气存量是必须公开的资料 但令委怎么追问 终由董事长就是不正面回答 民进党赵尾邱怡 已经想护航救驾 让兰伟拍桌表骂 董事长在这里回答你 是不是泄露了台湾的 能源储存的机密问题 关乎到国家的安全 天然气生产后 进口事业自备储存容量的规定 这是一个公开的事情不是吗 董事长要不要回答 由他来决定 这是主席的职权 天然气能撑几天 攸关百姓的命 怎么会是国家机密 网友炸锅炮轰 天然气安全存量是公开数据 老公都看光光 就民进党自己假装不知道吗 高端也国家机密 连天然气用几天都机密 是狂袖下线吗 过几天搞不好 连绿能发电也变机密了 天然气在网路上都查得到 邱益盈跟民进党立委 是活在哪一个年代 这叫做战备库存 好不好 这么没有尝试知识还当立委 邱盈盈就是急了 想要护航嘛 不是她的职权 而且这也不是国家机密 不要讲出来让大家笑好吗 这就好像说蔡英文的论文 到底存不存在 也是国家机密一样 台电累积亏损将冲破5000亿 王美花希望政府补助1500亿 但国家大掌柜直接打链 我1500亿通通 拨注机以后 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它都没有一个剩余款 那个是很危险的 财政言语也是我们缴的税 挖东墙补西墙不是办法 若无法补贴台电狂亏 传出四月电价 有可能飙涨12% 但若用纳税前补台电破洞 等同再从百姓身上剥皮 超不公平 接着黄义俊离选 SNG小组